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总是能让世界瞩目 不管是军事还是民生总是能别具一格自成一派 印度的交通也是如此 就像印度的火车实在人数往往是核在人数的十倍往上走 不光如此印度的汽车行业可以说混得很一般 销量老是上不去 这并不怪印度的汽车不行 而是印度人民觉得汽车完全是浪费资源 摩托车好用多了 首先是载客量 一般的家用车载客量顶多也就是7个人 一般都是5人 而印度人的摩托车的载客量可以更大 并且还不需要汽车这么大的地方 在印度交通规划和城市建设都还属在较低的水平 所以街边小商贩很多 占用机动车道的更多 汽车的体积要穿行在这些地方非常不方便 而摩托车就能够如鱼得水 第三点就是资源上的考虑了 相比汽车的售价后期消耗肯定是摩托车的很多倍 这一点让印度很多人完全放弃考虑买汽车 不管是拉人还是拉货 汽车能做到的摩托车都行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印度人有很多新奇的想法 摩托车能够满足他们千奇百怪的改装理念 这一点从印度的摩托车部队也能看出一二 而且摩托车改装难度小 自己就可以动手 这一点上汽车就不行了 这些原因让印度人对摩托车的热爱空前的高涨 也是苦了印度的汽车制造业了 汽车纶